日本冰松市长中也又借现场吹起迷你口琴 台北市长蒋万恩则是开箱内藏玄机的纯千筒 这是台北市与冰松市合推的互送旅客计划欢迎礼 从今年9月到明年3月间 两市市民互访彼此城市将可获得内容丰富又实用的限量好礼 不管从冰松市的朋友来台北 或我们台北市民到冰松市都可以得到我们两市的专属礼物 我们也希望透过旅客护送计划 在疫情之后能够大幅提升我们更多观光客固访交流的人次 而且这段期间从今年9月到明年3月 刚好台北市也会有许多大型的活动 包括我们10月会有白昼之夜 年底会有跨年 明年的春节 灯节 到3月的智慧城市展 我们都非常欢迎我们来自冰松市 所有日本的朋友 来体验台北的精彩魅力 我期待就是这些活动 透过这些活动台北市民到这个冰松市 冰松市民到这个台北市来做更多的这个旅游 以及进行各方面的交流 那未来真的很期盼在文化教育产业 多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流 我们请两位市长签署台北市与冰松市友好交流协定 在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希青 与冰松市议长沪田成等人见证下 台北市长蒋安与冰松市长中野右介 也签署友好交流协定 希望在两市签订的观光都市协议书十周年后 能进一步深化台日之间的交流及合作 在疫情之前 2019年 我们台日双方旅客互访的人次就超过了700万 那疫情之后 到今年的6月 台湾民众到日本旅游的人次 就高达180万人次 那日本朋友来台湾 就有超过32万人 所以我们很希望在这样的基础 以及在今年高考市 我们两市签订观光交流协议 十周年的日子 我们再一次签订 两市友好交流协定书 来更加的深化台日之间的交流及合作 两市府会首长也分别护赠礼物 蒋安期盼两市情宜人长长久久 也再次邀请包含冰松市民在内的所有日本旅客 到来体验台北的精彩魅力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